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财政年还会是挑战的一年 因为该产托旗下有占净出租面积41%的租约到期 目前估计不会提供额外的租金援助 但是可能会调低新租户的租金来帮助租户 相信目前86.6%的出租率到2022年时可以升到90%和92% 行将维持2021年的核心净利预测9600万令吉 并估计2022年的核心净利可达1亿400万令吉 同时给出跟随大事评级目标价56.5先 接下来 感谢观看